I'm just singing cause it's over 泡沫之下引下莫送走洛西后,对欧陈表白,他们的第一碗太甜 张雪莹和秦俊杰主演的泡沫之下现在已经渐渐进入了尾声,在新版泡沫之下的更新下,小编还是忍不住又补了一遍大S和和润东主演的老版泡沫之下 不得不说,大S身上本来的那种沉静气质真的是,太符合原著中引夏莫那种不动声色的美艳了 在原著中,引夏莫因为欧陈答应将自己的肾无偿捐献给需要换肾的小程,夏莫答应嫁给欧陈 在二人订婚之后,小程的病情突然发生变化,恩贞在医院打来的电话,给夏莫报信 夏莫听见小程被推进手术室的消息之后,彻底崩溃 欧陈开车把夏莫带去医院 在路上,夏莫故作坚强的无声哭泣,夏莫的隐忍,打动了欧陈 来到医院之后,夏莫面对病情逐渐稳定的小程,终于安静了下来 看住失去了所有活力的隐忍,欧陈告诉夏莫,自己决定帮助小程 欧陈告诉夏莫,就算夏莫不嫁给自己,自己也会把肾捐给小程 面对欧陈对自己的怜惜,夏莫告诉欧陈,自己会嫁给他 在小程做手术之前,欧陈和夏莫在天鹅城堡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新婚之夜,因为考虑到小程的病情,欧陈睡在了夏莫隔壁的房间,默默守护住夏莫 面对夏莫和欧陈的婚礼,洛西最后选择离开 洛西离开之前,引夏莫请去送她,在洛西走之前,她朝夏莫要了一个分别的拥抱 结果引夏莫送走洛西后,回头却看到了正在吃醋的欧陈 晚上,二人回到了夏莫的家中,为了照顾欧陈的心思,夏莫对于白天的拥抱,对欧陈解释 夏莫对欧陈表白,她告诉欧陈,你看到的拥抱只是一种告别,以后我再也不会见到她 这是夏莫对欧陈的全部解释,欧陈也了解夏莫,既然她已经嫁给自己,那么她和洛西之间,就再也没有机会 欧陈询问夏莫,是否自己太过霸道?夏莫告诉欧陈,自己从来都很感恩欧陈的霸道 如果年轻的时候,没有欧陈的霸道,那么自己的养父会失业,就不会有夏莫和小陈未来的幸福生活,而现在,如果不是欧陈的霸道,那么小陈也不会得救 夏莫告诉欧陈,自己如果没有遇见欧陈,也许自己的生活早就陷入绝望 走投无路 听见夏莫的表白,欧陈终于明白了夏莫对自己的感情 而夏莫也告诉欧陈,自己愿意把自己交给欧陈 总之,他们的第一碗简直不能更甜 あと LAUN are 或 全